大家好,这里是龙话书剧 冷坐大班椅,不问公司式的大老板 采取特殊手段,使自家企业更上一层楼 乔装卧底潜入自己公司 今天给大家带来卧底老板第41集 天空乐园是一家发展迅速的娱乐健身机构 总部位于加州洛杉矶 他们的业务就是让各年龄段竟想蹦床之乐 公司年收入高达7500万美元 杰夫是这家公司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 公司是与2002年杰夫的父亲亲手创立 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室内蹦床乐园 目前天空乐园在北美已经售出140个特许精英执杖 这种蹦床能够给你一种和乔丹扣篮一样的感觉 所以非常受广大消费者欢迎 杰夫在华盛顿上学的时候 建议父亲在学校当地开一家分店 但就在2006年新店刚开业的两周后 杰夫的妈妈被诊断为卵巢癌 父亲为了回家照顾妈妈 急急忙忙杰夫是接手的公司 母亲日积月累地与并魔作斗争 直到2009年他失去了斗志 母亲彻底离开了他们 到现在杰夫都还没有走出背上 他把母亲的离去当作是一种挑战 把工作当成一种动力 沉迷于工作到现在还是个黄金单身汉 现在他专注于和父亲的美好时光 母亲永远活在父子俩内心最重要的角落 对于公司的高层来说 不愿臣服于29岁的年轻总裁 他们都认为杰夫是靠着父亲的威望 登上这个宝座 杰夫想要向他们证明自己 决定去底层卧底工作 整理头发 沾上胡子 一个颓废球员的身份进入公司 第一天他来到马省斯特伯鲁 这是五个月前才开的新店 刚刚开店五个月 这家店的营业额就相当可观 杰夫希望能够保持这个势头 带他的是场地血管员小卡 血管员的工作就是要像救生员一样 负责孩子们的安全 确保玩得开心 还要保障不出意外 小卡在工作中指挥得非常妥当 孩子们在蹦蹦床上打球 小卡站在一边当裁判 杰夫感觉自己也能胜任这份工作 可是当他指挥的时候 孩子们根本不听他的 小卡说是因为杰夫的语气太生硬 就算哪个孩子被淘汰 也要跟他说明游戏规则 这样在孩子的心里才会完全平衡 小卡能够把工作做得如此出色 因为他之前是小棕熊少年队的球员 但在高三那年 打球时半腿骨折回家休养 等再次回归的时候 又故事重来 再次骨折 这一次比上一次要严重 两边的宽骨都断了 在经历过六次手术后 基本五年内都不能下地 经过手术重建 现在才刚刚可以正常走路 但是也因此失去了一些简单的机能 直到现在每个月都要接受脊椎按摩和物理治疗 每个月都需要巨大的治疗开销 他出来工作就是为了帮助父亲减少一些压力 小卡说 与其在家里哭 他宁愿出来工作 他热爱这份工作 在这里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杰夫看到21岁的小卡如此坚强 在小卡的身上能学会的太多了 不仅仅是工作太多 而是对生活的看法 第二天他来到佛罗里达州帕诺海滩 带他的安装工是吉斯 他们今天的工作是在现场进行组装 吉斯说 安装过程必须要严谨 因为玩这个游戏的大多数都是孩子 更加需要确保安全性 他只是让杰夫做一些简单的活 就是用绳子固定 可是当工作完成后 吉斯轻轻撕扯几下就会松开 这让杰夫觉得自己有些丢人 自己受了伤不说 就连这么简单的活都做不了 而吉斯会细心到一个一个的去检查 他对自己的工作无比的负责任 在他那一点披露都不可以出 吉斯曾经的生活属于骚动官的那种 他在18岁的时候 总是做一些不合法的事 最终得到了法律的制裁 被判三年 出来后 是在现任妻子的陪伴下 使生活走入正轨 他一直沉浸在生活的美好中 不料却出现了变故 就在去年 他第三个孩子出生 是个女儿 不幸的是 生出来后是个死胎 他抱着女儿的尸体 一直跟他说话 却没有哭声 在这种刺激下 让吉斯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天天有自杀的倾向 喝咬 喝酒 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使他妻子的坚强告诉他 生活还要继续 现在吉斯每天带着对家人的责任 和对死去女儿的爱 努力生活 杰夫觉得 吉斯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 他想给吉斯一个机会 希望他能够进步走向成功 第三天 他来到明尼苏达州 这是一家对社会关系 有明确定义的点 但他对社会关系部的角色不太熟悉 他想搞清楚状况 待他的是麦尔斯 他是负责这个店的社会关系部 杰夫说他们之前见过几面 希望不要被认出来 因为之前和麦尔斯见面的时候 都是总裁身份 总是一种严肃的感觉 今天他想尝试改变一下自己 还带上一个小朋友去做游戏 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 尽量不被暴露 但就在他去卫生间的时候 麦尔斯看着他的背影和脚步 和同事议论有点像总裁 但是还不确定 等他出来的时候 就被麦尔斯带去了客服部 这里每天都会接听订单电话 每天都有顾客会来这里选择团建 当杰夫和顾客通话的时候 麦尔斯十分确定 这就是总裁 因为杰夫在电话中说出了 只有内部人员知道的话数 随后两人来到办公室 麦尔斯就直接挑明论 杰夫到底是谁 杰夫没有办法只能承认 这是卧底老板节目 杰夫让麦尔斯跟自己谈谈 公司是否存在弊端 麦尔斯说 虽然关注公司发展很重要 但也要照聘一些经验丰富的员工 现在公司的员工缺少专业性 没法实现公司规定 一年开50家乐园的任务 听到这儿 杰夫很高兴麦尔斯能够坦诚相待 他要想办法招来能人意识 配合麦尔斯的想法 杰夫想了解一下麦尔斯的私人情况 麦尔斯的父亲7年前死于癌症 当时麦尔斯就陪在父亲身边 一点点感觉不到父亲的气息 这种痛苦让他变得颓废 父亲走后 麦尔斯就染上了严重的毒瘾 后来在车上住了好几个月 才能把毒瘾戒掉 就是在那个时候 认识了天空乐园加盟店的店长 从此在这里和乐园 展开了相知相爱的故事 现在已经结婚了 他以后的梦想就是加盟天空乐园 和妻子生孩子 展开全新的人生旅途 杰夫看到麦尔斯经历过这种困境 还能够走出来 真心的为他感到自豪 也很庆幸他能成为公司的一份子 他要让麦尔斯在公司的前途一片光明 第四天他来到宾夕法尼亚州 带他的是布雷金 他们要清理的就是泡沫池 因为这里客流量特别大 每天都会有破损的泡沫 像这种坏了的泡沫 就不能够继续使用了 因为他不能保证安全 也不美观 激动的杰夫直接跳进了泡沫池 玩得不亦乐乎 但也不能忘了工作 他要把里面坏的泡沫都敲出来 等完成的时候他已经疲惫不堪 他也看得出来 看似简单 这还真不是个轻松活 布雷金却对这里充满了梦想 他说一定要在这里干成一番事业 布雷金原本是个女孩 但是他从小就想当一个男孩子 于是他就在一家健康诊所做变性手术 注射搞完素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最起码上厕所的时候不会尴尬了 接下来就是做双乳切除术 但是由于手术费过高 近期还不能接受手术 他永远能自然地对待这件事 不怕别人的鄙视 布雷金的开放态度 让杰夫刮目相看 杰夫觉得人生就是应该这样 做自己想做的事 人就是要永远对自己的样子感到自信 不做任何掩饰 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坦诚相待 这一周的经历教会了杰夫太多太多 他明白了公司内部交流的重要性 大有必要听听前线员工的心声 如果母亲还在的话 肯定会以他为荣 接下来就是杰夫揭晓身份的时刻 不知道员工们会做何反应 第一个见的是麦尔斯 他对公司有着主观意见 对公司成长非常有利 杰夫会建立培训团队 使公司强大 变得更加专业 最重要的 他想对麦尔斯的私生活奉献 杰夫以麦尔斯父亲的名义 给癌症中心均献5000美元 又给了麦尔斯个人5000美元奖金 这样能让他生活压力会有所好转 另外 知道麦尔斯的梦想是加盟天空乐园 他为麦尔斯支付6万美元的加盟费 让他实现梦想 麦尔斯听后无嘴大笑 他说激动的都无法思考了 在梦想变为现实的那一刻 麦尔斯的人生也从另一个起点正式出发 第二个见的是吉斯 他对工作充满热情和责任 杰夫为他升职为二级安装 薪资上涨13% 他知道杰斯的心结就是孩子 杰夫为杰斯的大女儿 设立1万美元大学基金 适者已已 希望杰斯能够把心收回来 珍惜现在陪在身边的亲人 另外杰夫想让麦尔斯减轻压力 给他3万美元的家庭基金 随意支付 杰斯听后一把抱住了杰夫 他说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小的像个孩子 第三个见的是布雷金 他是一名很出色的员工 杰夫为他涨了13%的工资作为奖励 想到他的私人问题 需要的就是金钱 杰夫决定给他2万美元当做手术费 完成他剩下该做的事 布雷金听后 他说终于有资格 以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 这也就标志着布雷金的新生活即将开始 第四个见的是小卡 他在工作中的表现只能用出色来形容 杰夫很欣赏小卡的才华 他要拼用小卡成为培训视频讲解员 并且赋予高薪资 基于小卡曾经受过严重的伤 现在还要承受高额的医疗费 杰夫决定为他接下来三年的治疗买单 一切费用公司全保 另外他考虑小卡和父亲背负着太大的压力 杰夫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 给他三万美元用来支撑家庭开销 小卡哭着说 这是五年级时的梦想 没想到现在居然变成了真事 他已经太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这将是他人生的新起点 对于这个男孩真心希望 他从此 眼底是奇力 周遭是情名 嘴角是笑意 耳畔是附生烟火 未来可期 人生值得 好了 今天的卧底老板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想继续观看 我在频道等哟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